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讲的技术是羽毛球里一项最基本的技术 但是往往在基础甚至是到了提高阶段的很多同学 都会觉得打这项技术很累 甚至会觉得很痛苦 并且不知道在场上该如何有变化的运用 因此我们会通过两堂课的时间来讲一讲拉高远球 在双打中该如何拉高远球 拉高远球是羽毛球里一项最基本 也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技术 今天这堂课主要就是挑起我认为 在大部分同学在拉高远球中最容易出错的技术问题 来进行剖析讲解 以及会给同学们介绍几种增强脚下移动能力的 专项不把练习方法 我们到场上来看看 首先来剖析讲解拉高远球最容易犯错的错误问题 第一个问题 脚下的到位步伐移动 以及不能协调的进行单脚交换起跳的问题 相对而言最严重的就是单脚交换起跳动作不协调 这个问题也要从它的步伐移动开始讲 很多同学在看到高远球来球后 它的第一反应不是并不移动到位击球 而是直接做出的往后蹬跳的动作去击打球 所以也就限制了它无法完成正确协调的交换起跳动作 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看见来球后的第一反应 侧身用并步进行移动 第二步是到位后重心放在右脚上 也就是你持拍手相对应的那只脚上 如果你是左手持拍就是放在左脚上 右手持拍者就是由右脚蹬地腾空转体 最后是左脚先落地右脚再落地 来实现正确协调的交换起跳动作 注意一定要把重心放在右脚上 把由右脚蹬地这一步解决好 否则是无法实现单脚的交换起跳动作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力击打时 用的是甩大地的错误动作 拉高远球的上肢动作 从引开 转肘 小臂内旋 加速往前上方挥动 以及下肢脚的蹬地发力 身体的腾空转体 这一系列动作 都可以说是前期的辅助动作 最后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机球的瞬间 需要的是手腕的鞭打发力 而不是甩动整个大臂形成的发力 首先一定要体会到这个鞭打的感觉 我们想象一下草原上骑马的牧民 羊鞭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前辈教练们 才会发明出鞭打这个词 也就是要求击打到球的瞬间 抖动手腕的快速发力 这时候的五个手指紧握拍柄 保证拍面是正拍 这就是拍面正拍击打到球的效果 不能有斜切 往前让方抖动手腕击打 形成鞭打发力 只有学会鞭打发力 你才能拉出高远球的球速 否则你的甩大臂 错误动作 不仅拉不出快的球速 而且很容易造成肩部的伤病 接下来我们再示范一下 从中场移动到正手位 拉高远球 以及从中场移动到头顶位 拉高远球 移动到正手位击打高远球 也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并不到位后直接起跳 不用转体 二是移动到位后 起跳转体击打 那么从中场移动到头顶区域 击打高远球就有一个核心点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看见对手出手来球后第一反应 是抢侧身 为什么用了这个抢字 是因为头顶区域本来就是全场的一个难点区域 如果你的抢侧身没有来得及 那你基本上就只能用反拍去击打 还有就是头顶区域侧身的幅度是比正手区域要大的 头顶区域需要大幅度的侧身 在这儿我还要再强调一句 影拍的时候一定是放松的 千万不要从影拍开始就肌肉紧绷 影拍只是起到一个架拍的预备作用 因为有不少的同学 就是从影拍就开始肌肉紧张 很想发力 整个发力时长是从影拍开始直到击打完收尾动作结束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感觉拉高眼球 是个特别累人的活儿 费了很大的劲也不容易拉到位 并且稍有几个回合下来就感到体力不支了 记住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该放松时放松 发力该集中时集中 动作张持有度 最后再给同学们介绍几种有助于场上移动的专项步伐练习方式 第一种行进间的步伐练习 第一个动作是前垫步 前垫步是羽毛球基本步伐里一项运用非常频繁的步伐 往前上往接球的运用 以及后场两边移动中的一些衔接运用都非常多 同学们要注意 大家起初在做这个垫步练习时最容易犯的错误问题就是做成了向前 蹬跳动作 所以要先找一找这个垫步的感觉 第二个动作是回垫步 回垫步和前垫步在场上的运用可以说是一个组合 比如上网动作 有了前垫步加灯跨步去上网接球 接完球后就需要依靠回垫步回到中场位置 第三个动作 并步 并步在场上击打后场球时也会频频使用 我们讲的侧身并步移动到后场位置 就是讲的这个并步 第四个动作 并步起跳 并步起跳的练习是多用于今后在场上要实现 正手和头顶区域突击进攻球的情况 行进间的步法练习可以是每个动作30米往反 然后乘以三组 第二种练习方式 下肢的专项跑跳练习 给同学们介绍下肢的专项跑跳练习方法 就是为了增强大家的下肢肌肉能力 以便于提高脚下的移动能力 今天介绍的几个动作有前后胯部 注意胯部腿要拉开拉大 重心要低 左右胯部 在左右胯部是除了不服拉大外 还要注意协调性 在中间有一个跳步的衔接 深蹲左右胯部 深蹲左右胯部的深蹲动作 一定要做到位 这几个动作对于增强大腿前侧骨四头肌 和大腿后侧 国神肌等肌肉群的力量 都有很大帮助 下面是小密布动作 在做小密布动作时可以是原地的 也可以进行左右移动 前后移动 转圈移动 形式可以多样化 自由发挥 小密布也主要是练习 踝关节和小腿肌肉群的力量 以及练习在场上这种高频次的启动能力 最后一个动作 左右蹬跨 左右蹬跨同样也是增强 踝关节以及小腿等肌肉群力量的练习动作 这些专项动作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 事先要做一个练习计划 比如每次练习的时候 每个动作的个数是20次 然后乘以无阻 要循序渐进的来达到一定的强度和密度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别忘了我们在上堂课讲的 不可胜再挤 先扎实的练好基本功 我们下堂课再见